其实潮州公屋茶很多人 哎呀你们喝茶出声不礼貌 其实呢如果不出声更不礼貌 戳饮很热 当时在口腔进气之后 空气带着茶糖就降温了嘛 所以在这里也有普及一下 很多人包括外瓜人 喝公屋茶对我们的食道啊 会产生什么口腔啊 会产生病变什么食道哀啊什么的 其实这些都是片面的 因为正确的喝火已经不烫了 那口腔都不烫 你烫到食道吗 关键是没有掌握这一套 科学的喝公夫茶的方法 饮茶的方法不对